你想要把折線圖像換一個節點、換一個樣式 其實還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其他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你可以在SHORE的底下再加這一行叫SAFE FIG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跟副檔名 一般的話副檔名是PNG 然後加到我們的程式裡面之後 加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將來打開 存檔之後在這邊就會多一個圖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了 OK 那也是可以存檔的 也就是說你將來 假如說我們有其他匯率的圖 你都可以把它存在一個地方 然後將來看你要在哪邊呈現出來 其實都很容易就可以辦得到了 好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就是在花一點時間在練習 那接下來的話 哇 那我們要像爬山一樣 就是再來看有關gestion部分 不過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CASB跟JASB比起來的話 那他CASB簡單太多 那JASB的話 因為他的結構相對是複雜的 其中的話 剛剛我們有台中市 你們台中市這邊其實就有點複雜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這邊有取一個例子 這個我是取哪個例子 底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我是用那個PM2.5的 就是行政用環保署的官網 所以你們可以找到這個行政用環保署 網址在這裡 其實理論上應該 我在這邊上面應該給各位一個網址 就這個網址 你們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點擊進來之後 他長的就像這樣子 那外面是一個大瓜糊 那表示他是一個字典 裡面的話 他這個是他的Key 然後後面是他的Value 冒號的前面是他的Key Key的話 你可以理解是他的欄位名稱 後面的話是Value Value是他的資料 所以這個欄位叫做Source 然後這個欄位叫做這個 Include 這個Total 然後呢 有沒有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然後第四欄 哇 光看到這個你頭都暈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其實我們要的資料實際在哪裡 實際上應該是在這裡 這邊也叫Recourse 就是資料 他的記錄 然後記錄裡面冒號後面有一個中瓜糊 表示說Recourse的這個欄位裡面 他又有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呢 串列裡面又有一個大瓜糊 表示他又是一個什麼 一個字典 串列裡面呢 又放字典 那字典的話一樣是KeyValue Key的話是他的欄位名稱 他欄位是這個 哪一個站 然後呢 在哪裡 哪一個county 哪一個縣市 有沒有 然後PM2.5的數值 然後什麼時候記錄的 單位是多少 所以其實應該是 12345個欄位 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是第一筆記錄 有沒有 第一筆記錄 第二筆記錄 第三筆記錄 一之類推 但是問題 以後呢 如果你看到這麼複雜的東西 一般房間的書籍 都是剛剛會跟你講 怎麼去看 可是說真的 真的要看懂 哇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 所以我推薦各位 有另外一個工具 這工具的話 我是覺得會讓你看這個資料 會簡單很多 首先的話呢 當然第一步 你把這個資料 Ctrl A 全選 Ctrl C 複製起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你找到一個網站 我有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6頁 有一個叫格式化工具 他這個工具的話叫 Json Edit Online 這個我覺得蠻大推 因為我發現這個真的是簡單又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它貼上之後 它會馬上幫你做分析 也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它裡面的資料把它刪掉沒關係 然後把它怎樣 貼上去就可以了 把剛剛的資料呢 直接Ctrl V貼上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貼上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特別注意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有一個叫Format的功能 這邊有個Core Core 然後Tree Tree的地方把它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格式化的功能 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幫你把你這棵樹 幫你把它怎麼樣 有點把它結構化了 你會發現把它按下Tree之後 前面就會有一個向下的箭頭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要找的資料 基本上就在哪裡 你可以找一下 應該是在 在Recourse 這個是Fill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主要是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方式 用所謂的比較結構性的方式去觀察 那也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可以把這個 Json的這個檔案讀取之後 如果丟到一個 有沒有大瓜 這個外面是大瓜糊 丟到一個字典裡面 然後呢 取出什麼 取出它的Key 那如果你要取資料的話 通常是這樣 如果是大瓜糊 一定是取它的Key 把它後面的Value抓過來 那再做解析就可以了 不過光看到這個就頭很痛 OK 那不過你們先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會教各位 這個怎麼樣去抓取你要的那個 就是Json的檔案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先大概了解一下 我們待會要抓的這個PM2.5的資料 那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把它每個側站裡面的相關P 主要是PM2.5後面的數字 當然數字越小 應該是數字越小 應該空氣越好 有沒有 數字越大 表示那個PM2.5的數字越高 那可能就是會需要特別注意的 OK 然後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側站的資料抓下來 當然抓下來 我們希望是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顯示出來 這個當然我們是一個目標 不過除了說呢 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秀出來 試試看 那特別注意 那個貼上之後的話 可能就是 可以 Core的話就是它原始碼 貼的話是貼在Core 然後Tree的話是它的結構 Tree的話有點像它一顆樹 樹狀結構 我們要觀察的指標是這樣 第一個 它最前面的這個 最外面這一層到底是大瓜湖還是中瓜湖 因為Jason的話 有的時候外面是大瓜湖 那如果你是它大瓜湖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當一個字典去解析 如果外面是一個中瓜湖 中瓜湖的話是串列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串列去解析 反正它是什麼 你就要用什麼方式去解析 這個有時候 變成說每個Jason的檔案格式 都長得不一樣 這也是麻煩的地方 不像那個CSV 就長一樣 反正每個都加豆點而已 然後後面就Enter 有沒有 然後豆點豆點 然後Enter 相對CSV簡單太多了 那Jason的話變成說 它裡面呢 有可能就是外面是一個字典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什麼 一個中瓜湖 也有可能是個串列 那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我們要的資料是 在那個recourse這裡 所以呢 理論上就是它外面這邊是一個什麼 一個大瓜湖 表示它是一個字典 所以呢 我們必須什麼 先把這個東西先讀出來 放在字典裡面 那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在從這個字典裡面抓哪一個 抓recourse 的這個key 也是把這個key裡面 後面的資料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呢 那後面就是一大堆的什麼 有沒有 這總共有幾筆 0 0到多少 0到77 總共78筆 那這個78筆 後面這些又是一個大瓜湖 所以如果這個大瓜湖 那我們又要用字典去解析它 那理論上我們要的應該是 這個 前面是key key 就是藍位名稱 後面的就是value 其實主要是要抓那個value 後面的東西 所以我要把後面的東西再抓出來 所以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它的結構 如果說 假如我剛剛沒有跟各位講 如果想用那個json edit來看的話 你光看到這一些 要了解它的結構 我光看這個頭就暈了 我就看到很想吐了 OK 所以很多人光看到json就頭痛 所以以後記得啦 你看到這個複雜的東西 先不用從頭看到尾 因為這只是至少麻煩而已 那坊間的書籍比較少說用 教大家用json edit 我覺得json edit真的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貼上去之後 所以記得啦 我自己的習慣是貼上去 然後改成tree 把它樹狀圖結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先了解一下 到底它是字典還是串列 如果是字典 那我用字典解析 如果它如果是串列 那我用串列解析 反正有點像見招拆招 然後再把後面一步一步的動作 寫出來之後 那我就可以取得我要的資料了 其實我要取得資料什麼 不外乎就是 這個recourse裡面的 哪個側站 它的PM2.5個是多少 其實應該什麼 應該是排列出來 看目前側站 哪一個側站應該PM2.5最低 哪個側站PM2.5最高 理論上不就是這樣子 如果高的話就注意一下 OK把它變紅色的 所以最好把它什麼 視覺化一個地圖 然後標示出哪些是高於多少 這邊紅色 甚至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顏色標示一下 但是最好 不過理論上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抓下來之後 再跟視覺化呈現結合在一起 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不過第一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先把資料抓下來 所以喔 資料如何抓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雲端白板第16頁 其實抓資料就是這四行 所以你會發現這四行裡面都還蠻 蠻共通的 就是說 Import Request 然後呢 再用Request裡面的GET方法 把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一樣把它print出來 不過呢 後面你會發現 多了一個模組 叫做Json 那這個Json模組不用另外安裝 因為它內建了 其實就是要讓你去抓資料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Json裡面有一套JsonLows 這個JsonLow 顧名字 就載 載什麼呢 載這個資料 把這個資料裡面全部載到哪裡呢 載到一個字典 為什麼是一個字典 各位可以看到喔 我剛剛有講到 因為它外面是大瓜糊 所以我用一個變數名稱叫DICTE 其實就是一個變數名稱字典 然後呢 所以 對應到的就是JsonLows OK 所以如果它外面是大瓜糊 記得喔 反正呢 以後你們可能就有個固定SOP 如果看到外面是大瓜糊 那我就記得用JsonLows 把這些資料露到一個字典 因為它大瓜糊就是字典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取得的是這個 Recourse 裡面的資料喔 所以呢 我就用什麼呢 用這個字典裡面有個方法 一樣叫GET 所以它蠻喜歡GET GET GET什麼呢 GET後面呢 就是它的前面的這個叫Key的名稱 叫Recourse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呢 塞到GET的裡面 有沒有 跟它講說 幫我把這一個 這個Recourse裡面的資料 通通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呢 裡面是放什麼 裡面可以看到 這裡面是一個中瓜糊 表示說呢 這裡面 Recourse 後面的value 是放一個什麼 串列 我們記得喔 所以喔 你要注意看那個keyword 就是那個 大瓜糊就是字典 中瓜糊就是串列 那也就是說 我就把這個串列抓過來 前面給它一個串列名稱 叫做List1 所以你會發現 我那個變數名稱 我都很脫爛 反正第一個串列叫List1 第二個串列叫List2 第三個就是List2 所以喔 反正這樣很偷懶 但是好處是喔 寫程式就很懶人吧 OK 我後來發現喔 你不要想太複雜的方法 否則的話 很多同學喔 最後都記不起來 這個應該很好記吧 而且應該也不會錯啦 OK 那同樣的道理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大瓜糊 以後叫Dict 就Dictionary的縮寫 第一個就Dict1 那如果第二個就Dict2 OK 一直在推 那我們就把裡面的資料 抓到這個串列之後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資料給print出來看看 所以喔 第二段請各位 把這個 這個其實在雲端白板的 這個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這個 把這一段 一直到也是一樣 1234行 把它Ctrl-C好了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直接先拿來用 OK 貼上 然後print這個可以先把它關掉 OK 那你接下來就是說 把這個先露給它 然後幫我把它print出來 print出來之後的話 把這個list裡面的 這個什麼 資料幫我print出來看看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就秀出一筆了 如果你要秀出全部的話 全部的話其實就是 這個理論上應該就是 把 全部的話便要跑一個回圈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把這個list 把這個list 一把他print出來 OK 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把這個區段 裡面的資料 幫我print出來 但是這個區段 裡面的資料 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 剛剛在JazenEdit裡面看到的 就是這個 recourse裡面的 這裡面的所有資料 OK 那如果我已經取出來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我希望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再解析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再試一下 那這個資料 這個剛剛的程式 在雲端白板的第16頁 這個是前四次行 然後底下是到這裡 OK